原来你是这样的白浅 近期一度被本局的复显霸屏 干完登峰CP的戏中戏 原来私命才是血手中的神笔马良啊 只是白瞎了袁正正老是巴交的孩子 在哪都注定是被冤枉的命 霸头丝毫没有被导演带歪 白浅极动任性的表现依旧引起了我的注意 白浅罪儿子 不求同生但求同罪 一人我赢有是小K子 还把儿子灌罪 身子一歪一眼就睡 我只求他人能一起嗨到飞 可可谁曾想小团子喝醉了酒 醒过来早已经识过境天 巫视人飞了呀 这时间妙心又把事情搞砸了 还没赶走了 雪女也把事情搞砸了 也被控制了 但连剧情拖拖拉拉 永远无法完结的登峰CP的故事 也都过好几茬了 小团子在喜酒汤里才醒过来 爱上一个会喝酒的女人 等待一个酒洗的儿子 心情也花一秒钟 我不禁感慨 这儿子真是白浅亲生的吗 白浅对受警 高低贵贱 露腿无底线 要说以前 我对受警这天生的秘资自信 且不要脸的功夫是十分佩服的 可是自从白浅和受警正面对峙 我早大戏开眼了 正当白浅和野花 闹得小别扭 别着一肚子的火 没出沙的时候 受警把这泡里点了 一边是受警油嘴滑舌 爪小聪明 一边是白浅反问露腿 甩脸冷冰冰 一边是受警装强做事 虚情假意 一边是白浅将计就计 强势回击 最后白浅要求宿警 以小先参卖青秋女帝的 整套仪式来参拜自己 不好意思 青春就没忍住 直接拍桌狂笑啊 宿警的这场明显是 天真没给细费啊 但呦 白浅对野花 你想携手大白头 我偏转身说分手 自从野花开启追击模式以来 各种群追猛打 科门拐骗 威逼利诱 将呼吸爱气腾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各种狗粮明面上发 安地里发 出其不意的发 意料之中的发 万万没想到 突然迎来了 野花抢摩白浅 撕着衣服的戏码 这次将二人的感情 推向高潮 野花是要坐实吻戏里 扛把子的位置吗 难道接下来就是 不可描述 坐等修成正果吗 呃 啪啪打脸了 白浅为了莫冤 要和野花分手 原来这是一个 仙女和仙二代男友的 爱情故事 看到野花的哭泣 你赢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